连环抢劫案升级为谋杀案 可当重案组抓到嫌犯的时候 他却只承认抢劫不承认杀人 如果不是这伙劫匪干的 那又是谁故意伪装成他们的作案手法实施的犯罪 重案组正在调查中 警员依照吉姆的证词跟花店的人核实了一下 发现不仅花瓶不是吉姆买的 就连玫瑰也不是 在之前的入室盗窃案里 吉姆一直买的是香茶玫瑰 而重案组在被害人家发现的是老式的庭院玫瑰 按照他们的作案模式 劫匪一进入房子 第一件事就是关闭百叶窗 但被害人家却是所有百叶窗都开着 所以这极有可能是凶手故意模仿抢劫案的手法来迷惑警方的 这时候警员发现 被害人的儿子彼得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显示 他在六周前曾购买过一把电击枪 于是雷德尔立刻找到在休息室里的彼得 询问他为什么买了一把电击枪 彼得说因为我妹妹的前男友在跟踪他 他害怕独自出门 警员问你妹妹把电击枪放哪里了 彼得说刚开始他一直戴在身上 可后来有一次他拿出来威胁劳尔就被他抢走了 于是雷德尔立刻派出警员埋伏在劳尔家附近对他进行抓捕 直到深夜他们终于等来了劳尔 警员刚表明自己的身份 劳尔就二话不说拔出枪对他一通射击 还趁机想要逃走 于是大批警察追去抓捕他了 而另一边 阿什利从劳尔的车上跑下来 他双手背靠大声的呼救 普罗派出一名警员把阿什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之后他们又检查了劳尔的汽车 而他们在后背箱里找到了一个电击枪 劳尔被逮捕归案 被捕后他没有做任何的抵抗就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包括两起谋杀 抢劫 还有绑架阿什利 他手上的枪被证实就是被害人保险箱里的那把 他们还在劳尔的卧室里找到了所有的脏物 而据劳尔说 他之所以杀害阿什利的母亲 是因为他一直不同意他跟阿什利在一起 杀害邻居也是因为他正好看到自己离开犯罪现场 所以他不得不灭口 虽然劳尔对罪行公认不讳 并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凶手就是他 可雷德尔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起案子有非常多的疑点 例如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密码了吗 他又怎么刚好知道保险柜里有一把手枪 而只有一点都解决了 才算真正的结案 警员进到阿什利和彼得所在的房间 他告诉两人劳尔在被捕的途中因为反抗已经被击毙了 所以阿什利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吗 阿什利说劳尔打电话给我说他知道是谁杀了我母亲 还让我跟他见一面 所以我就去了 他把我骗上车以后就跟我说是他杀了我母亲 还说珠宝和钱都在他那里 这样我们逃跑的路上就有钱花了 他还说如果我不跟他走 他就把彼得也杀了 阿什利全程梨花带雨表现得非常可怜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段独白全程都直播给了劳尔 看到这样的阿什利 劳尔非常失落 他还以为阿什利是真的爱他 原来一直都是在利用他 他说是阿什利让我今晚去接他的 他还跟我要他的那一半钱 警员说可阿什利被发现的时候是被手铐铐住的 劳尔说我弄那副手铐是想铐住他母亲的 这样就跟抢劫案的手法一样了 雷德尔问杀害丽莎是谁的主意 劳尔说是阿什利想要杀他母亲 因为他厌倦了母亲对他的控制 他还说只有杀了他母亲 我们才能在一起 我不想失去他所以才会报他 雷德尔说你能想起来有什么能证明 阿什利参与了这起谋杀案的事吗 劳尔想了想说花是他买的 我没有钱 所以阿什利就从他母亲那里骗了些钱 这个证据足以指控阿什利了 于是在找到花店监控确认买花的人确实是阿什利以后 警员就逮捕了他 没想到事实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母亲对孩子的过度控制让孩子不堪忍受 最后走上了这条偏激的道路 现实中很多家长会无意当中把过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希望他们事事都顺着自己的想法走 可却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过度的压制反而会适得其反 家长的作用更多应该是引导 而不是决策 毕竟人生是孩子自己的 要由他们自己亲自走完才有意义